下面我们开始操作背部 操作背部的时候呢 我们将腹脊板扶贴于我们的腹部下方就可以了 然后在我们整个背部涂抹产品 涂抹均匀就可以开始操作 操作的时候呢 是先操作这个单级手柄 第一步我们先在地基颈椎 就是大队这里打圈 顺时针的方向 从小圈到大圈 看头一定要服贴我们的皮肤 然后从我们的膨胱筋这条下来 再八两打圈 然后再从我们的膨胱筋上来 能量是可以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减的 能量可以加一点吗 操作的时候尽量引导客户把能量给调节上去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在我们的肩颈这边 也是在这大队打圈 然后平滑就过来 这个手一定要按住我们的探头 服贴我们的皮肤 这样探头就不会飘 然后走我们的肩胛骨缝 做完肩胛骨呢 我们就给它操作一下腹乳 有很多女性的腹乳比较明显比较大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台引擎来帮助它改善 做腹乳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从肩胛骨这边下来 然后手 左边这个手 补贴我们的皮肤往上提 这样 打圈 往上收 然后手臂抬出去 操作完腹乳呢 我们可以帮助它 做一下肝胆筋 就是有助睡眠的 从我们腌下淋巴这里开始 然后往下拍 然后到我的发疗 打个圈 操作完侧药呢 我们就整个背打圈 打大圈 拌慢 打圈 打圈 放上来 整个背部打圈 整个背部打圈 这个手柄的话我们操作时间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操作完单极手柄 我们操作这个负压手柄 负压手柄的时候呢 我们先更换一个放松的模式 然后第一步 然后第一步大椎打圈 然后第一步大椎打圈 把我们的肩脚骨 然后第一步大椎打圈 然后第一步大椎打圈 然后大腿打圈从我们的膀胱肩下来到八流打圈 再到我们的肩颈 有些人的肩颈两边就是不平嘛 不平的话我们高的那边我们可以这样子 往下给它推 然后妇领这边 妇领的话我们这边打圈 然后手会对我们的妇领往上提 可以改善妇领 手臂爬下去 我们还可以帮助他做一下我们的肝胆筋 就是可以帮助他睡眠的 从我们腋下淋巴开始 往下 放松模式操作两到三分钟就可以换我们的一个长期模式了 长期模式的话 为AC 记得一定要剪下来 就是他的吸力 剪到二三这样子慢慢往上加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减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减 然后我们整个背部打圈 这个探头整个背部的话 这个探头整个背部的话